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通咨询热线4平平023 0755 做出解读却产生分歧 若爱不大 你的父母家在我这里十万 你也是 二十万 不是小孩 我就想 不是 他说一千万 他那一只说连那个一千万 都已经没得了 这段相差四岁的姐弟恋 又能否再续 一个大男人 我们玩的 刷两个一堆 我真认识他 你要当住他 因为他家这很不好唱的了 就是他 他不是太不怕 我又累了一种犯人 有少少 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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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不可理喻的事 凡人有事在您身边 人民调节正在进行 生活出马矛盾 调节正在进行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都市频道 周一至周五每晚八点 为您真实呈现的 凡人有事调节进行事 我是张正 欢迎我们本场的调节员 马善祥 也欢迎调节团队的五位嘉宾 辛苦各位 调节员马善祥 婚姻家庭导师李安娜 情感导师莫桑 高校教师何志慧 心理导师周永胜 栏目编导张西洋 江大姐和邝大哥是一对夫妻 最近两个人因为水的问题 闹起了矛盾 对 您没听错 就是水 什么水呢 家里的自来水 那两个人为什么会因为 家里的自来水而闹矛盾呢 各位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调节现场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江大姐 您好 你给我摆一下呢 是怎么回事啊 本来我们原来在经口那边住的房子 现在把那工作放来了 他都把那个热水全部关了 本来我一直进入农洗菜呀 都用那种水 结果最后是我进去看呀 都没得水的 大冬天的他不让你用热水呀 洗澡咋办呢 晚上洗澡现在都是烧水 一般都是烧水用 摆这个热水器不用 还专门去烧水洗澡 那他自己呢 他自己用吗 都不用啊 都不用 什么原因呢 是为什么呢 他说是那个水呀 给晕了 都说要看一段时间 可以那个这一水 结果拿点气 你们家一个月天然气 费多少钱你知道 现在我们才住来过 对嘛 住这儿就交了电费 电费交了五十几回钱了 我听到他在说 他说你关了 我也不知道 你还是关了你 我就用那个水呀 都把我洗澡去 我说你既然用不起那个 做不起那个高档房子 我说你都不来 做那个难房子 嗯 他说你不做一个滚车 又没得那个留意的 嗯 既然是他和我走 我都说我滚车 我经纪收衣服走 起来都把我收回了 到现在我收的是无力 江大姐与邝大哥结婚16年 前不久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房 可住进新房后 丈夫却关上了热水 妻子一气之下 准备离家出走 可没想到 丈夫竟一下扑上来 咬伤了妻子的手 妻子的手被丈夫咬得很严重 丈夫咬妻子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阻止妻子离去吗 但毕竟都是40多岁的人了 为何不好好说话 而要用咬的方式呢 我没得法 比如说一回来 我把衣装收得来了 我得装 走起进来抱着 都能够一口都熬了 当时出血了呗 肯定出血了 带你到医院去看没有 没有 那天我上班下了班了 我说的我受个痛 拿钱我就弄用 拿了百块钱我就包了一档 医生我那个 我说的都够 两只就够够了 挺吃家的我觉得你丈夫 对头 吃家的很 不是一般的吃家 那不是好事啊 不是光为能够使钱 我跟你说拿来十几年 我从卡进去到美国 我也听得好 真的我说起 可以说是没得哪个一般的人 承受得了的 好 各位啊 刚刚大家听到的 姜大姐自己口中的这些丈夫呢 勤俭持家 因为觉得热水器浪费气 所以在大冬天 都要把这个热水器的热水 给关掉 那我就想问一下 这丈夫上来以后 他会怎么样来回应这件事 我也很好奇 这样勤俭的大哥 他的穿着会是什么样子的 来 我们接下来请出 姜大姐的丈夫邝大哥 这个穿在这一会儿 穿在鸡鸡鸡鸡鸡鸡 身体皮 开玩笑呢 还是真是身体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有不好的地方 拉这不好啊 亲家人是问题多 哎呀 没得前击的 那平时这个热水器啊 气肺啊这些 都是节约要存下来看病用啊 不是节用 都是那会儿 最后那会儿是那个嘛 别说我买个新菜来 你啥子都没弄到 那天出了问题 你晓不晓得 都有一个心理热水器拿来 啥子都没搞过 新人都没摸得到 他说是我跟他关了 不让他用 坦说我买便宜了 我说这个商场的调改 都是买的这些价钱 多少钱啊 你这时候去买的 850块钱 住公主上的 都是买的这些价位 基本上那个疫情室的 大不了是通关厚点 我们这些又不是 像那边新人 已经都是说的 为了赚钱赚钱 赚出这些毛病来了 都是赚出这些事情来了 没得时间来不得管 因为没得时间来不得调 所以说一天都在外头跑 早晨8点上班 晚上回来 做个饭起来要出去 后来四个人一种 请几天 应该来 好像东西国家别说得不说 我们在大陆生机 为了多赚两个钱 跑两个买两个 买个南山的回来 都没得时间来不管那些 那个到底是哪个位置 本来我那个热水器 给那个凌肉盆 还有五米的距离的管制 管制越长 那个放着水的时间就越长了 对头是那个啥 都是那个道理啥 都是我当时都没了解 那个新人啥 大概在这些 可能我也估计是有点问题 我做会儿打电话 问了还拿来修的 反正他调那个横温的 他调的路实度 他气息不到 至少得到40来斗 对我上次买了 邝大哥解释说 自己并没有故意将水关掉 自己也并非抠门之人 而之后 为了阻止江大姐离家 邝大哥咬伤了江大姐的手 对此邝大哥也可后悔 人哪有人脱子哪儿 是有点冲动 人得在乎人了 邝大哥后悔打了妻子 可他说自己也是忍无可忍 边说还边擦眼泪 男儿有泪不清谈 邝大哥这是有多大的委屈 才会流泪 对此嘉宾们又会怎么看呢 我们调解团队的五位 江大姐觉得丈夫是因为抠门 不给他用家里的热水 所以他们就发生了矛盾 不知道各位是否相信 女帮所说的话 请翻牌 我问一下 你们这热水器买了多长时间了 多月 一个多月 三天就烂了 你要修难倒修不好吗 所以我觉得蓝芳讲的话 我不相信 所以我相信女方 由于热水器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就算是热水器出了问题 我觉得蓝芳也不可能 真的是因为抠门而不开这个热水器 他就算是把它关掉 也是因为情绪 因为他们俩吵架了 在斗嘴 他就觉得你既然 不认同我这个热水器 那我就给你关掉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是钱的问题 墨上老师 这样还不是难得把热水器给关了 我说就算是的话 我想说一下 为什么相信那个女方 首先你们拿回来的时候 大家都有个常识 安装热水器的时候 肯定是由专业的厂家的工作人员 来帮你安装 为什么在三天以后 那个热水器就出现了问题 如果真的是出现了问题 可能会第一时间就会通知厂家 因为毕竟是新的产品 多少天之内 如果发现问题 这个热水器是可以换的对不对 你越往后面拖 一二十一期都换不了了 只能修 不 我还想说在这个问题当中 女方是一味地依赖南方 你就该做这些事情 那你也是家庭的一员 他别的啥子 他都是关锁的 不是 女方的想法是 他就觉得真的是 他丈夫给他关了呀 他就没有把开关拿个楼锁起来 我还不晓得 那个热水会关掉 那你也太女人了 我好奇 那个丈夫一直在哭 你得哭什么呀 委屈啊 就在嘉宾们讨论时 大家发现邝大哥又在一旁 流泪不止 邝大哥有什么委屈吗 他为何一直流泪呢 他哭 我给他回答一句话 其实他就是传递给你的信息 他哭 他是哭给你看的 就是他的怒意心 绝对没有意思也好 不想让自己 其实用热水的那种想法 就是这个意思 这开始呢是你老婆来告状 说你不给他用热水 这到头来成了你在这儿 一直从头哭到尾了 为什么呢 原来都是上班没得好多钱的 人自己拿养不货 就买个山儿来 晚上出去搞完这些事 早点起来玩打了就需要钱 你白天工作几个小时啊 八个小时 做什么工作 长的少汗 你白天的这个厂里面工作 你做一个月多少收入啊 大概 三千多块钱 三千多 跑夜车这个事是你自己想去呢 还是你老婆让你去 肯定是我想这样 因为家庭收入我也会晓得算 开始不了 晚上跑这个黑车 跑到几点之后要得 十二点一点 那段时间都没的人做早饭的 都还是早拿钱嘛 都拿钱给我儿子做早饭 她是从来不做早饭的 那你老婆做什么呢 我们一个厂里 车间不一样 你白天也在厂里面 你这工作多少钱呢 一个月 三千两块钱 那你们两口子加起来 一个月六千块钱 你们都还不够用啊 七千多块钱 如果你们这一个月七千 关键是他提早的出来了 十几亿来没交过水电费 都是我个人来交 他只看到收入没得支出的 比如说这个家庭 我一个人到来为十几个 两个出 压里沙 因为他的经济在哪个 开支气都哪 他不得给你锁了 现在是捆起一大堆的 我现在是分情不得的 家里的水电煤气 以及他们的十五岁女儿的 各种花费 都由邝大哥支付 为了支撑这个家庭 邝大哥不得不起早摸黑地干活 这也是邝大哥一上场 就忍不住掉眼泪的原因 可一旁的江大姐对此 却面无表情 在他看来 一切都是邝大哥自找的 当初江大姐是二婚 与前夫生育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都跟着前夫生活 2005年 大儿子来到江大姐家中 没想到竟引起了 和夫妻关系的巨变 那个时候也都是 瓦尔第一次出来 刚好今天满十六岁门天都出来 都在我们一个厂商班 我们住那边 我们兄弟住那边 我们瓦尔出来 都不能住到我们那边 都在我们兄弟那里吃 我们住的房子 嗯 吃了几天了 他都好想 那个是肯定我要认可他 好想好意地说 都说我们瓦尔到我们那里吃 一个月交两百块钱 交两百块钱 他说走的时候 那两百块钱都还他 那个肯定我是感激不尽的 我说要的 我都跟我们玩的说了 我们玩的也答应要的 结果吃了三天的一早上 他都说不得心了 江大姐与前夫生的大儿子 来到家中只待了三天 邝大哥就将其赶走 理由是 大儿子被检查出患有一种疾病 如果再继续待下去 可能会传染给小女儿 江大姐也觉得这么做没错 可之后 邝大哥的做法 就让江大姐觉得不尽人情了 好 结果吃了三天的早上 他都把我们小的农家经查 到现在我没看到过那个结果 有没看到单子也都说有病 都说是我们兄弟 要把我们玩弄上来的 晚上回来我过身上买起菜的 我问他回来煮不煮饭 结果还是回来煮哪饭的 煮起饭吃 我妈 我们的兄弟媳妇 哥哥还没等完 就去找我妈要钱 找我们兄弟媳妇要钱 都说我们小的那个狼 要拿钱去 也是我们兄弟喊上来的 都能够扣我 吃拿饭都把菜刀拿到背后贴心了 那个时候我找的钱 全部是交给他家的 我一份都没了 没关系的钱是交给他家的 那邝大哥为什么呢 你老婆说那个时候 他把他所有的钱 全部找到的钱都给你了 他找的那些钱给你的钱 还难道不够给他孩子 多一双筷子吗 我会有钱 那个时候我也说不出来 那种其实我的意思就是 人家小老婆要弄起出来 弄起出来也是够 你为什么开始又同意了人家来 这加两百块钱也是你提出来的 你为什么三天以后你就反悔了呢 你为什么三天以后就反悔了 先长后重你也同意了的呀 你同意了为什么三天以后就反悔了呢 小女儿被大儿子传染了疾病 邝大哥就向江大姐的家人要医药费 这时按理说生气的人应该是江大姐 可让江大姐没想到的是 几天后邝大哥却突然消失了 还带走了家中的积蓄 意气消失不见 二婚女人找了个小四岁的初婚丈夫 这到头来成了你在这儿 一直从头哭到尾 丈夫为何会做出奇怪举动 你是我能够说的这狗 两只狗的狗 调解团队做出解读 却产生分歧 数个也不大 你就不能这样在我这里说 三十万不是小孩的 我就想把他说一千万 他那不是说连那个一千万 都已经没得了 这段相差四岁的姐弟恋 又能否再续 一个大男人 我们玩了算了 我一对我真认识他 你要当住他 因为他家子很不合唱的了 就是他 他不是看着他 他看着我有理由 反正就是他 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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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属于哪个小朋友 他不懂事了 小丈夫的那些不可理喻的事 凡真勇事在您身边 人民条件正在进行 他们的妹都把他喊在深圳间 把所有我们的继续 三万多差点四万块钱 那个时候都在弄去 买了个安置房都买得起的 没有办 他没把它喊在深圳间 搞了几个月 班连没上 挑起回来 都给我留了一千五百块钱 一千五百块钱的折子 我结果我也没去去 我回去都放到我老板那来 清零子都拿上来 放去 清零子不禁了 那你觉得这个折子去哪儿了呢 密码是他的 折子 名字是他的 我的密码 我记不到他密码了 你觉得那个折子 别人拿就很有用嘛 小姐 我想查一下 你表达这个事情 你要说明个啥意思 他拿去走到又不承认 对了 你这个如果说你讲不出意思 我就提醒你一点 就是你们今后家庭矛盾 不管哪个日子都有个问题 就是解决矛盾 他要注意一个量的问题 像这种事情 有历史那么长 数个也不大你就补一下 再过去就算了是吧 关键那种行为交不对头 一小说 三十万不是小块 我就想 不 他说一千小块钱 之前他留了一千块 他留的一千五百块钱的生活 他把三十块的存款都拿去做 这是两千十七 一千块的折子 他当时放在那儿找不到了 人情都交叉了 三十万 这是另外一件事 不是三十万 三十万 他拿了三十万走 跟他留了一千块 之前他留了一千块做生活 这个男人出去荒荡了 六个多月 是 但是他一直讲了一千五的责 这个事情都没有讲 他那意思说连那个一千五 都已经没得了 是这个意思 对头 一分钟都没得了 是 因为拿一千五 他当时并没去学 那个责责现在在他 他买养不收手的 你看 他失踪他不得了 他说他拿上来了的 他都是跑我偷袭走了 他绑得好不得 一直都没拿上来 他现在人好人有无意 他说他拿上来的 刚刚别个都说了 你的意思是他搞忘了 不是你搞忘了 是吧 是 你当时去深圳干嘛 罢工 几千几分有了 我们哪里几千几分有了 我的心想嘛 换这个钱嘛 到时候肯定还不是 我如果不拿去走 还不是跟他们拿去走了 那你走的时候 给家里留下一千五百块钱 那万一人家 你老婆孩子不够用 又怎么办呢 没得穿又怎么办呢 他没得上班 我没得上班那个事 这钱现在还在吗 这三四万块钱 在呀 在哪儿啊 在我呢 孩子在哪儿呢 好多年了 十几年了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老板娘 一直去我们的农村 拿个石头厂这边的 买那个房子 那个时候只要四万多块钱 但他手头都业头 都存了资去了 但现在那个房子 只好多钱了 六七十万人 都存了个国后都要资了 那就他一过夜都拿去 走到一生还费都没的 都存了国后都要资了 他在深圳几个月 回来 我在上班上 都存了个国人 找钱国人用国 把人物头所有的开支 除了油盐产品 那个是不得不承认 油盐产品是他的管 好米都是有时间我回去 我老后拿点米上来 房子一个人一半 买电线 买空调一个人一半 那叫什么这样 那热水器你出了多少钱 热水器 那把人的工作放来 我不吃人帮过来 他过人得搞 我说的我不帮过来 你不是说什么都是AA的吗 他两夜子 他两夜子他说的 一不过去算了 我两夜子帮我去 平常是我来买的 从2000年结婚 至2005年5年的时间 家中的财政大权 一直由邝大哥掌管 自从发生这件事后 张大姐就长了个心眼 不再交钱给邝大哥 经济上也就逐渐形成了AA制 现在邝大哥还哭着说 自己有多么的辛苦 江大姐认为都是自作自受 而邝大哥做得过分的事情 还不止这一件 两人结婚之初发生的一件事 让江大姐至今都不能释怀 第一次他们的老儿过生 七月经过生嘛 我才知道他们去 他们的老儿过生嘛 我都说叫我们的妈上来 我们的妈们给我们那个娃儿 和亲一个队的 我都说有几个月没看到了 我都喊他带起上来 带起上来的 他不是没他不是老的两个住的 都来跟我说 喊我们娃儿的哪个时候 我们娃儿只有露水多点 应该是吧 都喊我们娃儿的不喊我的名字 喊起给他们留定的 意思都是他那个日魂 更伤心我给受奖起来 都请个疫情之下 我们几倍人都拖起走了的 他都从英文那儿上 把严厉往赶起回来 又顾他把我弄回来的 如果在特定的调节下 把这种处理也不是不可以 老的时候 也不是不可以的 也不是不可以的 也不以为他有什么不好 说不定他是很善良的 来处理这种尴尬的问题 就是人家说你在大庭观众之下 比如是在婚 比如他不好 是说这种特定条件 他就是一不能结束 他也要咋子 一不能结束 一开头都不能结束 不 那个是为了你们感情 能够走得更长卷吧 不代表这个意思 这我高中谈恋爱的照恋的时候 我也给我那个时候女朋友说 你不能在班上 他没打起来 对吧 有时候要适当地隐瞒一下 16年前两人相识的时候 邝大哥是未婚 而江大姐是离异 还比邝大哥大四岁 虽然最初邝大哥一家 对待江大姐的两个儿子 不太友善 但江大姐以为 邝大哥会像承诺的那样 慢慢改变 可之后他却发现 这根本就是幻想 可以说是一般的人 是城市不掉的 他家屋里那种人说是天亮话 嗯 我从卡的他家居坏起 那个华人 没有吃过一个水果 嗯 你们想不想 师父应勤 可以说 外个华人一个水果都吃不到的 你们想吃啥子之后呢 都不给吃水果 居然吃 都还认识过来的 他要吃啥水果嘛 黄大哥 一锅都不可以啊 天天吃流量嘛 没得吃流量 是金口 先问一下有没有这回事 因为他不和苍青嘛 我们那个农村的买那些不方便 说我去农村的不吃水果 我们那个家庭从来没买过那些 也就是说从我从小长到大 都没吃过那些 你这个话说大了吧 真的是能够 真的是能够 因为我们 你从小到大没吃过水果 我们保护现在我们的那些 我们都不爱吃 我刚刚才上场我就说了 他们必定他那个时候 他该边边坐起的 他们是他毕竟比我大劲力多 好的市民多 因为他毕竟在外头打工 我原来没出来打过工 就做算你那个时候 你不理不外师 他要吃嘛 他是那个孕妇的嘛 你都不能去给他买啊 他只是说过的 也没那个 也没那个说的 别说肝肠不是很方便 弄成他看的 别跟他说了的 别买一斤水果要吃几斤大米 你自己也没办法卖 但是 请得他哪儿给说 啥子请得 我外期外人路过也都上班 上的门店后店生经店 他还带上班 外人生大都是他带我带上班 因为他挣了好多钱一斤 我儿子再到三十九年 他才没带 邝大哥你现在回过头来 今天坐在这里 你老婆说那个时候 他怀孕想吃水果 你都不给他买 怎么有一点觉得对不起他 有点 从来都不得这种才能得 别个今天 今天有了 有些东西啊 咱们回过头去想 跟当时想 也许不一样 哦 对的 那今天我觉得 他想吃点水果 你现在还是能满足 他这个要求吗 能满足 尽管丈夫有辩解 但最终还是自认 不给怀孕的妻子吃水果 确实不对 听到丈夫这番回应后 妻子的表情 却是一脸不屑 对此嘉宾们又会如何分析 他们又会怎么看待 丈夫的种种行为 你们两个有一个点 就是05年的时候 05年之前 这个女人 她去挣钱 所有的钱都给你来管 你当时没有工作 但是你为什么可以 把所有的钱 当时自己卷走了 所以从情感上 她当时受了非常大的打击 所以你们后面才成了 AA字 你刚才在那委屈 说晚上跑上单车 很累很辛苦 但是这不是你自找的吗 一个怀孕的女人 要吃个水果都不跟她吃 我真的觉得有点超过一般人的这种想象 这个男人表现出来的吝啬 我相信跟她的原生家庭很有关系 她说她从小长大 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就没有吃过水果 这个是她的生活经历 跟她带来的一些无知 造成的 并不是她的心理里面 完全对老婆的不关心 不在乎 那么另外我觉得 他们的问题的根源 那个时候女方显然比男方成熟 我们都看到了 那么在你选择这个男人的时候 他是初婚 他是没经历过婚姻的 而你是有两个孩子的母亲 那么开始的时候 这个男人就表示不能接受 在表示不能接受 或者说 今后慢慢适应的那个状态下 你依然地嫁给了这个男人 所以这是你比较错误的一个决定 刚才李老师有个观念 是因为二婚 其实我觉得这是跟个性有关 这样极致吝啬的人 无论投婚还是二婚 都不会辛苦 跟性格有关 跟结几次婚 没有太大的关系 还有我也想反对一下 李老师的话 一个人可以无知 但是你不能一直以无知来自居 你无知你可以学习 刚才男方在聊天当中 她说了提到了很多次 别人说 那这个男方 她是应该听得进去 别人说什么的 西洋 我一定要 西洋 我一定要产生一个观念 我觉得你可以从别人的口中 来说到你的水果 因为水果有什么作用 水果对军负有好处 你也可以从别人口中 可以去问 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我们是没法去改变一个人 从小生长起来性格的 所以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当我们不能改变一个人性格的时候 特别是我选择了你 做我丈夫的时候 那么唯一的方式就是接纳 你不能接纳 那就是分道扬表 这是我一直的观点 我一直觉得人应该进步 不然说你不知道这个事情 或者你不懂这个 你就一直这样下去 你应该也要进步的 嘉宾何志慧和张西洋认为 南方不作为也不进步 让妻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而嘉宾李安娜 则站在南方的角度 认为女方作为一个过来人 更应该接纳南方的缺点 就在三位女嘉宾产生争执之时 一位男嘉宾另辟蹊径 做出了分析 我觉得首先我们有一个误区 他们的生活并不是AA制的生活 是南方在负担家里面 大部分的开支 这不叫AA制的生活 这显然不叫 只是钱没有规律方管 其二 我觉得南方也不是性格有问题 他只是 我觉得比较难听的 这是个字叫人穷之短 他就是因为贫穷 他身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所以他才会 娶一个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女人 也是因为他穷 他是初婚的 也是因为穷 他才会去买800块钱的热水器 可能有些东西 南方我觉得他其实在努力 他在想改变 只是说他可能跟不上女方的步伐 你们是姐弟恋 为什么很多家庭男的一般让着女方 除了男女之间的差异之外 一般是男的大女方几岁 你们之间从一开始 很多东西就已经注定了 这个男人 他如果真的是你想要的那种 方方面面照顾得很周到 又特别成熟的男人的话 你们会结合在一起吗 我老实说的我不同意 我都说已经亲夫 我跟他两个已经是伤痛心了 我还是想要一个安稳的家 我觉得我认了那种多年 真的是人不和人 你们俩的这个孩子 就现在15岁这个孩子 当时是意外的还是你们俩计划 也相当于是意外的吧 意外的 我都没有想过要那个玩意 我都不得我过三天三夜认识 我昏了的 怀孕后江大姐竟不想生下这个孩子 可那时两人刚结婚 如果连孩子都不想要 那为何又会与邝大哥结婚 这个问题不禁让人质疑 江大姐结婚的动机了 难道这背后还有什么隐情吗 说老实话 我那个时候找他是为啥原因 我找到他那种人我是找得到的 那个时候因为啥子 我亲夫有抽烟有活结婚 难就难追的 他那个时候不抽烟不活结婚 没了大人也说的 他结婚有勤勤勤勤勤 我们原来那个亲夫 是找一分钱要用两分钱的人 都弥补了那点 所以说我才找他 我要找他那个人我是随便的 那大姐 那我真的就想问你这个问题了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有一个家的话 那你为什么想要把你们的孩子 要把他饿掉 跟你说他和你妈折磨我 不是 因为他是出婚了 他是一定想要一个孩子的 如果你稍微有点爱他 你就为他着想 你是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的 他和你妈折磨了 我折磨了 跟你说怀疾 吃不下 还有我就打商业 打商业来为缠织 用小子打商业来为缠织 能够折磨我 我都不想不要那个娃儿了 我也不想跟他了 那个时候是 其实是想跟他分手 对的 那就可以解释了 好 结果最后是 都是说他把你老儿拿过什么来 他又不把我从娘家弄回来那里 娘姐 她为什么 她又说话 她又说对我娃儿了 说吧 那之后呢 你孩子都15岁了 这之后十几年 承受了那么多年 你有没有想过要离婚呢 我多次想过 前有四个月以前 我们老前回就离婚 她说离婚都离婚 好大个不得了 每会儿 我每会儿抄家都离婚 我前就上车 他后就转去了 不走了 那你的意思是 她不想离吗 她都能够真意 没想事实上她不想离 那个时候 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多大 那是30岁 那是6了好不好 那她就29岁 30岁了嘛 那时候 那个时候你看到她啥子 都是想到家里面吹了些 冰子上过不去 人 人 人 现在想起后悔 嗯 都后悔也来得及 现在看她那个吹 嗯 我说我说 你想离婚 是啊 我们外来刷起鱼盆 要到我们那里来 一个大男人 跟我们外来刷两个鱼盆 两个整电视卡 都把遥控板吹到宝宝里 对 有没有这回事 你要帮助她 因为她家子还不好藏你了 就说她这么老 这么偷老 是有没有这回事 你上个箱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 大家仔细看一下 此刻 邝大哥的眼神和表情 仿佛就成了江姐 一个长不大的儿子了 他是接受家 来吧大哥 解释一下吧 你再不解释一下 他们肚子都要笑坏了 他说大三个那个事情 我一点不晓得 我知道今天那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她说她那个 抢要鸿鸿鸿鸿这个事情 他们是看公开片 我觉得一门犯人有时候看 还有个 拿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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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属于拿开箱 我太不懂事了 还有一个 我们不是一个当次的人 他们那个外来 到我们学校 跟我们不是一个 包括他都跟我们 不是一个当次的人 起码拿着有十八十万块钱 我还是买房子 我拿了几万块钱 拿了不完 开苗坡拿了一万多 拿着那一万多 拿着那一万多 才好多 清多款过月的钱 拿了一万 好 后头在金沙港外去 他才花生也有了 又拿了一万块钱 拿了万多块钱去 又没出了 好 买车 今天买个车来 没得钱 还不够 他以为他们孩子买了车 有 他还花完了 都说去借的钱 都买 都把我们带到去 都去借的 差点啥 又不贴 他给的钱是他的钱 还是你们俩的钱 是他的钱 我认可 但是 比如说我呢 我都跟着 拿中国的 起中国船 中国用的 反正我找很多钱 全部都把他都回起 他要好多 我都拿好多 你说这个叫啥子的钱 肯定上面是叫他的钱来 因为他是他门来的钱来 嗯 要说 一个家庭 如果两个搞得好的话 房子是买得起的 是 我二毕竟长大大 那是九岁了 现在这个社会 已经是晓得的 要有车有房 车子那些 那方面我不得管他 都是钱人家 一直都说 要买个房子 我都说 我没得钱的 别个他们的奶 他们的婆婆爷爷 都是六七十岁的人 说的都给他借钱 都抽钱 都要买个房子 现在那个社会形成能够期待 我二都是二十几岁的人 他也觉得 给他买个房子不 换句话说 我也只拿了几万块钱 他刚刚也说了 也只拿了几万块钱 你给那个孩子 这么好的条件 给他这么多钱 你给你们的这个 小的这个 你们俩共同的孩子 也留了这么多吗 我原来找的钱 他时候也还有钱 小的一个 小的一个日子 比哪两个都好过一下 关键是 哪两个从家都没得不爱 没得父爱的人 江大姐拿钱给两个儿子 是出于补偿的心态 这时 一位嘉宾老师 围绕这一观点展开劝解 她的劝解 又会让江大姐的心态 发生怎样的转变呢 我帮那个邝大哥画了幅画 邝大哥的内心呢 这幅画的主题 他想表达的就是 我爱我家 那个他说的 他的这个家就是 那三个万 那颗国就是代表 他们两个 共同创造的一个 就是婚姻存息期间 那个共同财产 妻子你前夫说是 那个儿子 一个成年的儿子 拿了一个大碗 来把国头的饭要去走了 邝大哥他肯定不愿意 所以他后面的行为就是什么 那我为了保住 我这个小家庭 我要把那三万块 我拿去走 你可能跟大姐的一个 冤枉有冲突 大姐我只是提醒你 现在你的那些 所做的行为 也在可能让你 现在那个娃娃 失去那个家庭 那我想你以后 如果真能走到那步了 你会不会对现在那个娃娃 也会产生内疚感呢 肯定会是 大姐你既然有了个明白性 我就跟你说一下 你现在的丈夫 就不想其他人能够 更懂得女人心啊 但是我们主要是就看她 她那个心 是不是为我们的小家庭 是不是为你现在这个娃娃 如果是 我希望大姐你多考虑一下 看看她的好 嘉宾周永胜的这番话 让江大姐陷入了沉思 并频频点头 看到江大姐的转变后 调解员决定 立即进入调解合议 商量好调解策略后 再分别与两人交谈 二婚女人找了个小四岁的初婚丈夫 这到头来成了 你在这一直从头哭到尾 丈夫为何会做出奇怪举动 你从我两个话说的都够 两只就够够了 调解团队做出解读 却产生分歧 数个也不大 你都不能在我这里耍 你什么 30万不是小孩 我就想把她说一千万 她的意思说 连那个一千万都已经没得了 这段相差四岁的姐弟恋 又能否再续 小丈夫的那些不可理喻的事 凡人有事在您身边 人民调解正在进行 从我个人感觉 立方对现在的生活 她是有厌倦的 她还是有一些 她自己心中的相伴 但是南方的这段经历 应该是有一点委屈的 那么究竟怎么样解决 还请过为嘉宾发了自己的意见 多事经常今天南方自己所谓 他活在这个地方 很多地方不在一个频道上 但是尽管如此 我的想法还是 帮助他们进一步走下去 理由就是因为 他们目前的状况 分开过后 可能都更加 比现在的可能 从经济角度来说 可能更加艰难一些 我觉得首先就是 要做南方的工作吧 你扣门没关系 你吝啬也没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 什么钱是应该花的 什么钱不应该花 应该花的钱绝对不能手软的 我跟你讲 我觉得南方的工作 其实很好做的 我们现场里都看得出来 对 南方里跟他说什么 他点头 因为南方他不是真的心狠 他确实无资 他也没有人告诉他 他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一个婚姻 一个家庭该怎么办 女方才是最难改的 最难改的 我觉得他并不是真的想找个 建立一个家庭 对 他是找个人来分担 他两个孩子的成长 那现在他发现这个男人 他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 但我还要你干什么 还有我说 他几十年他都没分担 他不是现在 他两个没分担 你错了 张西昂 西昂 他一直在分担 他做到负担 他吃了些都不是吃南方 油盐抬米 基础是他的负担 你听南方说买肉 买它呀 他都不愿意 你没听到南方说 他都脱的嘛 不是 南方说了这句话 他说如果没有什么了 我就恨起 我就不满 其实是A字 真的是A字 这个女方她的冬季 她结婚冬季 她算是想负担 她有个就是 她对于离婚的人 真的有一种关系 不好的女 你都是宅婚家 他也认识了十几年 也不是说她想离就离的 她的人手当中 她受到疑的 男的 这样嘛 都发现完女的 就说明这女的有可及 不真的嘛 不说了 不真的 这女的绝对有可及 就说男的就可以离开 各位嘉宾 今天如果她真的要分手 我是不会跟她 达成分手的协议的 因为她不得有个 维持人的理质 就是我们在维持人的 保护法当中就是 如果处理父母事情 应该征求人的盈点 是不是叫她可以练嫌疑啊 不 笑不笑 不是脱啊 二次老姐 想办 不 不不 这个说实在 一切是 这些话就叫质量 这个是分手的第一点 第二点 我个人认为 如果要分手 还要注意防止矛盾计划 防止矛盾的一个 这个基本条件就是 可能对这个男人 不要太委屈了 看涉及到今后 女儿拿这个经济安排啊 那些 他们回家考虑这些问题 如果你要把这些老实 把这些人别急了 他说别的 他要做出那种偏执的行为 第三点 当然我们也要帮助大家 双方改变 但是改变绝不是单一的 而是共同的 双方改变肯定是共同改变的 我看这个改变的途径 我觉得这个改变的途径 我都不适合把信心 因为我觉得 主要问题在这个女同志身上 还是做工作嘛 还是做工作嘛 可能估计 从好的方面去努力嘛 不行就准嘛 努力嘛 他长期都说我两个碗 你开小档 我都觉得在一起 绝对矛盾还越来越多 你比你那个碗 生了碗 生了碗 你不可能不问不问不管 有可能你要去带生 对不对 这个但是也不 有可能 也不说有可能 我这个 还有我们老女的现在 但是也没有跟到我 跟到她老孩那边的 好 也许我不管 但是一旦出了啥子 或者说有点还是那个 万一我会管 对 他肯定又要说起说吧的 不不不 你也不能说这样 他只要面对这个事情 只是说不说就说吧 这么管 那个是要做工具的事 他一直都是能够说的 我的钱现在完了 已经用了的 比如说以后老大 有啥子大 他一切是不管的 对于和好 江大姐提出了自己的担心 调解员答应 会将他的担心 告诉邝大哥 并劝解邝大哥 接纳江大姐的两个儿子 最后调解员也提出了他们矛盾的核心问题 经济问题 江大姐又会提出怎样的要求呢 如果说要花好经济透明的问题 对 上年我刚在工作上是能够说的 我说有一个人拿1500块钱我 所以你开始开就走 如果说 对了 第三 经济管的方式不要 我答应那里好 你一过来他不得干 不要放 现在可不可以 我现在不得管那些 我觉得不想管那些事情 因为这家伙伴要从这条件 不算他一口气一堵就堵散了 这个家呀 这个家不能轻易地散了 有个人了 我们把这三条 看要不得好小家 这个嘛先说说就和好的嘛 如果不行 我们还要正确的理由 那样的理由 我们各方面的证据到嘛 到时候还要正确男朋友 好 那我们现在就跟那个 我在合适的 如果要和好一个月来 1500块钱 保不保住 水电器放住吃 就保管 保保住嘛 好保保住 如果说你放前妻的儿子 前妇的儿子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帮个忙啊 拿点钱拿十度晚 那方要理解万岁 我们跟你做工作 做得好就好 好 要不得 走到这里了 哎呀先做工作嘛 做得好就好事 做不好就好事 就是我们跟他商量 如果要你们两口子要和好 大家好人恢复干净 恢复平静的生活 那这就好问题 额头到脑 他说他有这样几个顾虑 嗯 第一个顾虑啊 就是他今后 也难免不为那个前妇的儿子 说分点金啊分点身啊 对 因为比如说 恩威尔说 好要支援点点 在他的工资里所能及 不影响家庭情况下 你就不要有意见 第二万一今后腾得出时间 比如娃娃里边读大学 或者啥 有了生事啊 不是说十字带嘛 又把家庭照顾到哪里没有出点的 这些都难免 待一下他就 他就这个顾虑 不要说有啥子跟你讲清楚了 他有这个 因为他有这个背景那一头 对 那么你如果说只要不过分 你会不会表示一种宽容呀 就接受这个 接受啊 他以前你就十几年来都能给经过了 何况到现在还不能接受 啥子能接受都不能接受 可以接受 是可以接受的说明 第二条文 他是总要过来吃家 一个月 男方跟女方一千五五块钱 就包括房桌 水店去吃 他来吃这个日常的家 我觉得很合理 对的话 包括我现在住的也不止一千五 不不不 你慢慢地干不干嘛 要的 这是第二嘛 这是第二 还有经济要透明 但是透明不是说要要你的 但是要僵一身 你要认可这条行不行 好 接下来我们来宣度调解协议书 一 丈夫表示 妻子今后 在与前夫共同生育的孩子交往中 难免会在经济上 经历上有一些付出 只要不影响家庭的基本生活 丈夫可以接受 没有意见 二 丈夫认可家庭日常生活 由妻子管理 每月支付妻子一千五百元 用于家庭租房 水电器和日常的生活开支 三 夫妻双方认可 保持经济透明 对各自保存的家庭共同财产 告知对方 按约定俗成的方式管理和使用 我想双方是否同意 邝大哥 你同意吗 同意 那 姜姐同意吗 同事吧 同不同意 同事同意 同意 同意 好 来签字 我们经常说 爱是理解和包容 可是很少有人真正地做到 而这份理解和包容 也并非口头上的说说而已 今天这对当事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男方虽然爱着女方 却忘记了应该接纳女方的过去 毕竟 那也是女方生命的一部分 只有做到爱她的孩子 理解她的难处 才能真正地走进这个女人的心 也才能建立起一个牢不可破的家庭 英国蕴兰 病人在ühren 重视 пам细 这造型感避免 身材 好 来 现在来请双方来领取小姐姐 谢谢 好 好 你呀 辛苦了你们 好 好 好 he 祝你 Vers1 C ways to burle 组讯 今天了你们本来开的情绩比较大 但是一旦恢复理智过后 那麼心就靜下來 就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但是我們就看到你們的家庭 可能還會遇到一些暫時的困難 暫時的困難還需要你們夫妻之間 同甲共苦 共同奮鬥 把這些階段性的困難把它渡過去 如果自己的女兒能夠長大成人工作了 可能你們的好日子就扯得了